小贤任了分居一年与何首正仍有。她统接跟正分开原因叹息,还是想要判下去。 小贤与何首正爆出婚变后,两人不断透过律师隔空喊话。 南方姐姐甚至跳出来一起加入婚变战局。 传出婚变原因包括她无法生育、婆媳姑嫂不和、宗教信仰、信任问题等。 近日她受访时也一一解密了真正婚变主因。图片来源,东森新闻。 根据东森新闻报道,小贤表示其实两人婚变后分居一年以来,都还是有房市生活。 偶尔何首正也会去内户她住的地方找她。 即便两人分居了,小贤当时心里想的是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挽回一切,维持表面的幸福。 有人问小贤是否真得有去找小三员工对质。 她不否认地说后来我检讨自己,我应该全然地相信,对先生,对另一半,这也是对我自己的相信。 图片来源,东森新闻。小贤沉静了一段时间后,认为心境上已经有所不同。 她透露天生没子宫的事情双方结婚前都知道,回想起跟何首正坦白时对方仍接受。 所以有了勇气去找代理孕母,但是最后又因为囚子不顺等多方原因分开。 她叹气地说我可以接受自己,没字,对方也可以,但家人不见得,所以这件事还是要看啊。 认为这一切没有什么好抱怨的,不愧于自己有付出努力过,与何首正分开后小贤透露。 虽然还是相信爱,但不想要再谈爱情。 婚变后甚至传出她受孕成功,才发现是厂商的恶意广告行销让她气诈否认。 对于爆出过年无法回到夫家吃团圆饭,婆婆不承认她是媳妇,除非生了孩子才可以入门等事情。 小贤松口表态。 后来体会到,无常就是日常,我也曾以为两人可以走下去。 本来以为不会是问题的,终究变成了问题。 但是小贤觉得现在的她已经比较可以接受所谓的变动。 还举例就像小时候体育课变数学课一样,都祝福彼此有更好的未来。 近期小贤与何守正主动破冰联络,是希望能让双方不再尴尬让离婚程序快点进行,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放过彼此。 她还说我该签的就是要签。签完了,彼此各自祝福,未来不预设,不幻想。 让不少粉丝心疼。 图片来源,自由时报。 来看看,小贤婚变暴哭,影片。 影片来源,三例新闻。原来分居那一年时间,小贤也曾想挽回的阿。参考来源。 。